它是有刚好是三具无名湿 三具无名湿 但是那个因为年久 那个整个墓碑都已经倒塌了 民国88年8月底 借用地检署甲关带队 在瑞芳第七公墓开关掩石 十字稿地挖下去 拖出来之后 就是打开那个湿袋 整个里面就是我们所要的证物 挖出的无名湿骨 里面有一棵买了七年的头颅 背后到底是什么样的惨案 肢解那个被害人的身体 剁成那个屎块一般 剁下来小屎块 就把它当过羊肉卖给客人吃掉了 惊悚的忍肉羊肉炉 和开关验射的头颅 两者之间到底又有什么关系 民国82年 警方在瑞芳滨海公路抓托渡客 做地毯式的搜查 没想到抓到人的同时 也在公路旁的蝙蝠洞 先后三次找到了包括断腿 尸块和用火锅纸箱包住的头颅 因为从大腿的切合来看 确定是一个分尸案 但是就是找不到 后来就找到头颅了 但是基隆大概是第一件的 杀人分尸案 山洞不是在门口 还要走人进去 里面有一个小沼泽 普通人是不知道的 你要很进去 那正常的话一两个人 可能不太敢进去 那当初同人去那边找的时候 他也不敢靠近 他怎么一个名字 他就觉得有意 用棍子去翻动 哇刚好看到里面 一个吓一跳的 一个头这样朝上这样 直到七年后 一名女子跑到了基隆四分局八岸 直说有冤魂托梦还冷 他有跟我讲 他说他每天在做梦 就每天一直重复的梦 说那个死者 因为他跟死者熟识 那个死者一直托梦给他说 姐姐我很寒 你要帮我身亡 你要帮我伸冤 这名女子叫阿兰 他说八十年底 同居的张姓男友 杀害了一名绰号文艷的男子 之后把他分尸丢弃在蝙蝠洞 警方根据文艷在医院的 头颅X光片 比对蝙蝠洞 发现了头颅齿裂佐折 混合度高达99.99% 母亲和妹妹的DNA理对 同样有96%的混合度 确认了头颅 就是绰号文艷的林俊雄 从脱墨深渊 私人母亲报案儿子失踪 到凶闲的同居人阿兰报案 命案七年之后的种种巧合 揭开了当年恐怖的分尸案 81年10月是4号的凌晨 文艷到羊肉屋店庆生 女朋友因为不满他喝太多酒 一气之下离开 留下了文艷继续喝酒 但是时间越来越晚 阿兰告诉他说要打烊了 文艷却是不肯走 阿兰真的吓坏了 没想到客人只是喝醉闹事 统居人就把人给杀了 从门口逃出去求救 却被张姓男子给抓了回来 威胁说如果报警 阿兰也偷不了关系 在门缝一看到他用刀子在剁 剁那个被害人 把他身体都把他肢解掉了 央肉的那个刀 就从他身体一直猛砍猛砍 张姓男子把文艷的头颅 放在火锅料的纸箱里 其他尸块用黑色的塑胶袋装着 隔天准备气湿 却被厨房的师傅阿福 撞见他在搬东西 事后也借过把阿福辞退 但是除了头颅 身体的其他部位又在哪里 阿兰不断地忍受家暴 最后在死者文艷脱沫喊冤 终于受不了的情况下报警 警方立即逮捕了张姓男子 已经转行当计人车司机 否认犯下杀人分尸案 由于羊肉炉店已经收掉 后来改为美容院 检警到面的现场浴室采集证物 由于距离案发的时间 已经隔了七年 为求甚重 甚至连浴缸也拆下 全部带回 在复看之后 抬出了一个148年前 用来肢解死者李俊雄的浴缸 主任检察官朱家琪 不愿对案情多加透露 只表示全案有重大的突破 警方研判 凶贤心中的最深处 还是会隐藏着杀人后的恐惧 决定寄出策谎 阿兰则顺利通过策谎 获得假官财信 张姓男子最后被以杀人罪起诉 只不过他在法庭上 依然和被害的家属 阵风相对 不然家属有在骂他的时候 他跟家属 不然家属在对骂 在法庭上两个就对骂起来 好像没有说 我因为做错什么事 我表示很倡悔 他完全没有 连法官都看不下去 从基隆地院到高院 都认定张姓男子是凶手 判无其徒刑 不过对于外界关注 是否有人肉羊肉炉事件 因为时间太久 无法查证 并不影响判决的结果 但是凶险不断地上诉 杀人案残送了七年多 到了根山省 终于无期徒刑定验 民事需赔偿文言家属 226万多元 张姓男子坐牢期间 曾经写信给台湾大搜索澄清 对于阿兰指控他将人肉 当成了羊肉炉卖的说法 强调不是事实 他也为自己所作所为付出了代价 104年1月刚通过了假释 成为更生人 希望社会能够给他机会 重新适应生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